我當時是意想不到的 我想至少也會有一個人來吧 結果發現一個人都沒有 大家喜歡你 但是大家不會愛你 我要走了 很難過的 沒事這才剛第一天呢 而且很可能他選的人 也已經選了人了 那我覺得也沒有關係啊 把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說出來就好了 對 謝謝 幾號還是他 如果他選到了周錦順的話 蠻好 我選擇尤里克 對 是因為 覺得跟這個人相處 我覺得會很舒服 你今天有人約嗎 有了是嗎 倒是 沒問題 我當時去敲他門之前 我就猜到他應該是有約 但畢竟要選一個嘛 那我覺得不如告訴他 我有這個心意 我覺得也不是一件壞事 晚安 晚安 你這就 不算了 那不然咧 也很灑脫 性格很好 對 性格很好 這個霧也太大了 還要不然咧 你為什麼不只躲下 蠻感謝今天在邀約環節 能接觸到的兩個女生 一名接受了我的邀請 一名主動來邀請我 對我來說是受寵若驚的 但是我又覺得會有一些難受 因為就做出選擇的時候 你勢必會選擇一個 排除另一個答案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難受的 我約了初一 然後又有人來找我 但是是在我去約人之後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答應別人 但我稍微有點 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 其實羅拉出來邀請我的時候 我真的是蠻驚訝的 就是完全地出乎意料 我其實想去 だから我也要習慣了 我要聽 dos 那些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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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在右邊 我們咧 藍是藍是藍 就是藍是藍王 靠近 我們可以 我和你 你再想什么 好 别梦了 你怎么了 放心吧 我就想明天怎么约回去吧 怎么看完这段所有人 心情是不是有点复杂 我是觉得吧 因为我就有点开始心疼 罗拉 对 罗拉刚才讲了一句话说 大家都喜欢你 但没人会爱你 可能放在现在 他们相处的一个时间节点上 说得稍微有点重和有点早 但是感觉她说这个话 是在她的人生经历当中 别的故事 总结出来的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性格开朗的女孩 就真的很容易 跟大家处成兄弟这种 我觉得不是兄弟吧 就是可能那种 热络或者嘻嘻哈哈 可能有的时候 容易给人感觉 是浮于表面的一个交流 你真的有感觉的那个人 可能她会更在一些细节 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对我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罗拉对每一个人 都是这样 都是那么好 她可能没有感受到 你对我的特别的感觉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在里面吧 就像之前我也是在别的一个节目上 然后认识一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女生 她觉得很活泼很外向 然后跟很多男生就打成一片成哥们了 但是其实她很喜欢的那个男生 也只把她当哥们 怎么样都只把她当哥们 就她也很痛苦 如果屡次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是觉得是不是有必要的 在某一些时候调整一下自己 比如像刚才一新说的 如果你真的有明确有好感的对象 你就多释放一些不一样的信号 对 对 分析了这么一大篇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正题 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哪一位研究员 对 是刚才猜测人物关系线最正确的 王晏玲猜测人物关系线6条 谢南6条 景田7条 王子文8条 他已经8条 薛教授 5条 5条 都看错了 好 那我们就恭喜 完全正确的两位 子文和一新 获得了我们 客有名字的爱情锁 好了 请两位研究员 把你的爱情锁挂在面前的小树上 到时候就看 谁在这个小树柴上挂的爱情锁越多 谁就是我们这一季最佳的 半熟爱情研究员 如果到最后我一个都没有怎么办 我命运不跟罗拉一样 跟罗拉一样 我们也很期待 这种反向的操作 还有我 我们第一次初步认识到了这8位半熟男女 也看到了他们之间一些简单的交流和交往 如果请大家在这一期的结束 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半熟的爱情的话 给你们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简单真挚吧 因为他们心动的时候 那个感觉都是一样的 包括那个王冷 那我看敲完门之后 还跳起来了 对 他有一个小跳步 然后好像突然感受到镜头 在拍他 克制了一下 所以我就觉得 每个人对爱情 对好感的表达都是简单的 这几个人都是简单的 也是真挚的